其實卡帕多奇亞的蘑菇岩 我覺得這個日落是不一定的 因為真是一望無際之遠 後面奇怪狀的石頭 配合日落是一絕的 一邊是太陽,一邊是月亮 其實卡帕多奇亞有三個很大的火山 不停噴漿出來,又變成這樣 風吹雨打,才變成現在這樣 對,經過很多磨蝕 對,真是,試試了 是否跟你的人生有點相似 我的人生有磨蝕 還是你說我的人生是日落 先磨鍊吧 磨鍊? 我自己覺得到現在 即是我人生的這個時候 我覺得有幾件事是重要的 你在年輕的時候 每個人都覺得自己是厲害的 或者追求厲害,追求成功 但我自己到現在這一刻 我覺得其實要接受自己不厲害 和失敗才是最重要的 因為其實你不會人人天生出來 都是真的厲害的 但如果人生的前半段 你用這個做目標去追求 我覺得是可以的 就像我所說,你會受風吹雨打 你會否覺得自己永遠是最高的山 人人都想是這樣 但其實未必真的做得到 你做不到的時候 你如何接受自己不是一座最高的山 甚至我又會被人侵蝕一下 形狀不太漂亮 你一定要接受到 之後,但反而可能隔了一段時間 其實你有自己獨得的地方 我自己…前幾年 我自己也經歷過,覺得… 不知道如何取捨 或者自己是甚麼狀況 但我真的有一段時間… 你面對不到,你的情緒就好像很低 但我會比較好處 我會很快就想到 其實我接受自己不厲害就行了 或者自己不一定要成功就行了 因為就算你去哪個領域 你覺得自己成功 你還會看到其他人 所以我覺得… 對,調整了這個心態之後 反而我覺得好很多 不論你做事 或者人對人 我自己覺得 你會懂得欣賞其他人越來越多 因為你不只會再看自己 這件事,我自己覺得… 去到現在或前幾年 我自己經歷過就是… 我認為這件事是… 讓你知道自己 你覺得成功和能力更加重要 不如接受自己不是真的最厲害、最好 這樣會看到更多東西 沒事的 一定可以的